我相信柯市長柯文哲應該也做完功課 希望他可以趕快出來面對熱身的問題 我們上次來到這裡是去年的五月 因為捷運機場的工程而造成院區的房車結構性的破壞 導致院民所居住的房屋輕鋼架掉落而危機 就是院民的生命安全 那當初的豪龍病政府 他其實是要求院民來配合捷運的工程 把這些院民搬遷出去然後修補房車 那現在院民已經搬回原本的房子了 但是他們搬回去之後夜風卻再鍍裂開來 所以我們不知道捷運局所講的到底 一直所講的是安全到底是安全在哪裡 那我們在日前也有聽到 其實柯文哲已經公開訂掉台北機場 是必須要全區保留 那我們相信柯文哲在某種程度上 是能夠理解城市的地景 是不能被建設或是經濟利益所取代 那其實熱身是聯合國所指定的 聯合國所定的世界遺產潛力點 而這個世界遺產潛力點 已經因為捷運的錯誤政策而拆掉了七成 而剩下的三成也因為現在正在施作的工程 也就是在柯文哲任內 還在施作的工程而微微可疾 我們要呼籲柯文哲 熱身現在所需要的不是苟延參場的葉克國 而是希望柯市長可以馬上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解決熱身就是還給熱身院民 還有新莊地區的居民一個安全的家 也還給台北市民及新北市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今天提的這個批刀的方案呢 很有創意喔 我想我們帶回去研究一下 看有什麼方法可以來 讓你們的計畫能夠成真 那我們還要一點時間 等我們研究完以後 我們邀請你們大家來討論一下 那我們想說研究的時間大家請問 我們在這個研究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危險的機場建設 怎樣我接下來講 好不好 接下來講 所以我說說 給我們一個月可以嗎 一個月 可以喔 好 從現在請可以嗎 如果一個月 那我們就一個月 如果我們大家見一下面 大家討論一下 好不好 那在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 那接下來讓我講 院民可以參加嗎 就是這些常年被 檢園機場破壞的院 或是說 這個 一定是邀請所有人參加 就是說我們會開一個討論會 那你們要邀誰我們都歡迎 好不好 好 那這是 你們的案子 接下來就是說 安全方面呢 因為這件事我也 也很關心 也很擔心 所以呢 這段時間呢 我去了好幾次 是啊 有時候 我去的時候 你們都不知道 我去好幾次 我看了 全部現場的狀況 同時 我們在那個現場 有很多觀測儀器 好 我們請了那個大地 祭司協會呢 在現場 按了很多大計 那個觀測儀器 然後隨時去量說 它有沒有走山 有沒有裂縫 各種各種的 這種數據 現在的數據證明呢 近一兩年來 大概一年來呢 數據都沒有變化 那沒有變化 意思是什麼呢 現在狀況是穩定啊 它沒有在移動 那去年的時候 為什麼房路的青鋼架會掉落 那請問一下 青鋼架掉落 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我告訴你們喔 就是說 照那個數據的分析啦 我剛剛講的 照他們那個數據的分析呢 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那青鋼架掉落呢 是一個點的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那個點不是在熱身嗎 那為什麼 青鋼架掉落會是穩定的狀況 還是全部的問題 如果是走山的話 那會是一個全面的問題 那你講那個青鋼架 可能是一個點的問題 那點的問題 可能是房屋 他老舊會有變化 或怎樣 所以執運局長現在的定調是說 當初的青鋼架掉落 是因為房屋老舊 而不是台北 執運新莊工程造成的嗎 我們從數據看起來 你聽我講完齁 從數據看起來 整個的大面積的狀況呢 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沒有任何的大的 或是甚至很細微的變化 原則上是沒有啦 所以我看那個數據以後呢 我就比較安心了 同時這段時間 我也常常到我熱身去看 我看了以後 這個應該是跟數據吻合啦 因為看了 以後各位只要有什麼變化 那個熱風一下就出來了 那剛剛說 我們工程的那種資料啦 要公開 在網上給大家去查 我想這個我們做到 我們馬上來處理 好不好 這點我們可以答應 好 謝謝周局長 那我們今天 希望局長 就是你明明今天沒有答應我們 說這個月提供 那我們希望說 待會我們互相都公開 我們資料 其實我們這邊 熱身的地址監測的部分 是一直都是公開的 那可能 比較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可能下面的人 沒有給你們這樣子 那希望說等一下 只有有機會 就請檢舉 就公開我們相關的資料 而且我覺得 周局長你也知道 就是數據 就是數據如果 監測的地方是有問題的 所以不會反應出來 那我們希望說 就是局長 可以秉持的 就是您現在 就是專業的良心 來看待 就是熱身的事情 而且也希望局長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邀請 有沒有邀請柯文哲市長 來到熱身院 啊 可是市長好像 沒有來 那請了你來 那我們也知道 你來了熱身兩次 所以非常知道說 你也非常清楚 其實熱身院現在的狀況 你也看到 防射其實是有裂縫的 那我們希望說 就是 就是熱身院的事情 不要再讓它再拖延下去了 我們的院民已經受苦 自從工程進行 已經受苦了十年 這個是局長 您知道的 那我們希望說 不要再讓 就是好市府的 就是爛攤子 丟到你們這邊 然後你們這邊 沒辦法好好收拾 這個 希望你們理解 然後也希望說 這個一個月 如果我們的數據顯示 真的就是有問題 而且也不只 就是工程上的數據 地址上的數據 也希望周局長考量 因為地址的數據 很明顯顯示 垃圾院下方的斷層 你其實不適合工程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監察 監察院才會糾正說 這個地方是選址錯誤 其實一開始就不該 把垃圾院拆掉 然後在這個地方 蓋工程的基礎 現在都還沒有訂古基 只是歷史建物 那其實歷史建物跟古基 在意義上有非常大的不同 不同在於說 歷史建物可以不作為的 任由它毀壞 可是如果你訂了古基 你就要負責 要積極的作為 保護這個古基 那他們今天 新北市政府 卻為了配合 台北市政府 就是自願降級 然後配合台北市政府的工程 那我們認為說 我們今天來到新北市政府 就是要要求說 立即訂古基 不要再拿出一些打迷糊帳 什麼地方案啊 做什麼 乖知情入口 那些都是 就是 擦枝 擦枝 擦枝莫粉 擦枝為莫節 而不願意積極面對樂生的作為 那我們來就拿著板子 然後在捷運上 然後我們不用講話 然後我們現在要前往新北市政府 這些樂生的事情 現在走商危機 以及沒有被指定古基 造成樂生院的房舍被破壞 以及院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以及我們的台灣文化資產 保受 就是破壞 現在滿目於蒼蠅的狀況呢 就是因為 我們朱立倫 他在桃園縣政府當縣長的時候 他沒有做 古基指定的這個動作 當初 桃園縣的文化局 的局長 他其實已經召開了文資審查會議 甚至已經做了指定的動作了 可是呢 缺了臨門一角 就是我們的朱立倫 他擔任縣長的時候 文資指定的最後一個門 門檻 就是縣長必須公告 就是這個指定古基這件事情 結果呢 樂生院有一半 一半的院區是在桃園縣 可是我們朱立倫當時 當任縣長的時候 他拒絕 拒絕公告這個 已經是法定規定說 這裡是古基這件事情 造成 2009年 我們樂生兩院一半的房舍 被拆掉 造成我們台灣文化資產 損失非常的慘重 你們的訴求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講了十年 請問你們就回應說 你知道了嗎 我們也是 以文化資產保證法 來進行相關程序 以文化保證法 現在樂生就要指定古基 你們當初 沒有 沒有做這個會議 文化資產保證法 有文化資產保證法 規定的程序 非常明顯 所以你們被警察院 給折陣了 請問你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回應 我們也是以文化資產保證法的規定 在扣發 你們就被糾正了 還說依法 我們在2009年 2009年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指定古基的程序了 所以這程序導教已經進行 只是當初因為政治力量 所以沒有指定為古基 所以我們有依法來進行 這個指定古基的程序 那所以現在新北市 是不是願意 重啟指定古基的這個會議 我們98年已經完成這個文化資產的審查程序 如果說要重啟的話 因為文化資產保證法跟相關規定的話 它是要有新制證 我們才能重啟 那當初完成審查程序 那是不是文化資產 請問特斯 如果你們認為沒有文資價值 你們為什麼要做什麼園區規劃案 它沒有 然後你們為什麼要對外公開說 你們有做這件事情 它是歷史建築 它是文化資產 你們怎麼會說它 它是文化資產 那你為什麼不照文資的會議的審查程序進行 審查完 它為什麼沒有指定古基 98年不是把它登入為歷史建築了嗎 可是你們當初 當初很多人在講它是古基 那個是委員會的權責 委員會的專業判斷 不是 是你們沒有進行審查會議 是你們沒有進行 百爛十年別再拖 百爛十年別再拖 勒森立刻定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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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爛十年別再拖 百爛十年別再拖 勒森立刻定古基 勒森立刻定古基